好 另外來看到這名知名的彩妝師 最近是遭到同行爆料 說他會體罰學生 今天上午他出面 坦承自己對學生真的太嚴格了 但是該道歉的三四年前 他就已經跟對方表達過了 之後他自己也調整了 這上課方式再也沒被人投訴過 對於現在同業持續發動網路上的公審 他說自己要提告 彩妝師沒有否認對學生要求嚴格 三四年前知道有位學生因此受傷 曾經當面道歉 也跟家長解釋過 但最近卻有一名同行 聲稱很多學生投訴他不當管教 逼他公開道歉 同業上網爆料 附上一張手指淤青的照片 被投訴的彩妝師說 他也不知道怎麼來的 沒看到臉 無從確定是不是他學生 但他確定這三四年來 已經調整過自己 不再打罵教育 對於同行發起網路霸凌 彩妝師決定找律師提告妨害名譽 他最無法忍受的 是自己家人也被侮辱攻擊 記者